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是个那种 他们想把这个 而是想变成那种 之前老的时候那种 美国在这吃的东西 然后这里里面有一个 商店可以买点东西 在美国旅游吧 这是高速路旁边的这个 比较有名的这个店 实际上去纽约还有一些大城市 他们也有一些类似的 这个所谓的跳蚤市场 就是这种比较大陆货的店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商品 都是Made in China 其实国内的厂家吧 就是说中国需要自主品牌 这种转型呢 其实走出来多看看 就会有一些思路和创意 我们很多产品就是都是别人贴牌嘛 是吧 别人贴牌人家的商标 然后送到中国的厂子去生产 现在中国的厂家 现在因为劳动成本也高了嘛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东南亚的 比如说印度的 Made in India的这个商品 也越来越多 在美国旅行 这个自驾游是很好玩的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怎么说享受天伦的最好的这个机会 因为在这边还是比较忙嘛 更多的时间在忙着工作呀 啊 事业很少这么 就是 时时刻刻都和家人在一起 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跟着自己 买东西呀 跟陌生人打招呼呀 交流啊 他们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成长 我很喜欢和一家人在一块的这种感受 你剪了什么 我想要吃 小粒 小粒 虱草 什么 雞翅 嗯 雞翅 雞翅 这个片子是想看着很老 但是就是因为你说它的风格吗 对风格 因为这前面就挂了这些网络一些company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下面就是像这种包子 这些菜 这是咱们中国人比较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桌饭吃完之后多少钱 三十七块五 实际上是餐费是三十五块六毛六 然后它的周税和地方是一块八毛九 总共三十七块五 今天是2017年6月21号星期三 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这个南下的高速 基本上就是95号高速一直往南下 在美国自驾游一个体会就是 一路高速没有收费站 油也非常便宜 所以几乎每年暑假或者是春假 孩子们的春假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是周末 家人一高兴开着车就跑了